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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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玉璋的推荐下 回到了四川 当时和他一起回去的还有一个同学 叫郭卤归 也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红色间谍 傅炳勋去的部队 就是郭卤归的堂哥郭卤动的川军第二十军 并在那里加入罗党 应该说 此时的傅炳勋有着光明的前途 但是 随着四川革命形势的恶化 傅炳勋吃不了苦 就借口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 离开了四川 土 所依为傅炳勋回国后 傅炳勋彻底倒向了当时逐日中天的国民党 先投中央军 然后再次投入到郭卤动的仗奖 傅炳勋很贪财 经常克扣士兵军饷 完全不像是广埔军校毕业的 倒像是一个军阀 抗战爆发后 傅炳勋也跟着郭卤动打过日本 但是打仗不是他的兴趣 贪污倒是很在行 在抗战期间 利用植物之便吃空饷 私卖军需用品 大发国难财 不过傅炳勋到底是老蒋的黄埔门生 在当时的国军中还是很吃得开的 在转头胡总南后 傅炳勋混到了少将师长的位置 后来又去了川军杨森部升任军长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 随着国民党军的土风瓦解 傅炳勋觉得跟着蒋介石迟早要完蛋 就在显本色 把军费席卷一空 然后携款潜逃了 蒋介石之等后 大发雷霆 开除了傅炳勋的黄埔学籍 并下令全国通缉 生死不论 傅炳勋带着钱财 一路逃进了川西的大山中 后来解放军挥师解放成都 四川的国民党军队纷纷起义 当然 像傅炳勋这样的败类 国军是不会接受他的歧义的 走投无路的傅炳勋 利用手中的大洋 买通了国民党军统局成都战战长周迅宇 还和毛人凤搭上了线 国民党认为他还有利用的价值 就撤销了对他的处分 还给他了一个中将空闲 让他在当地招兵买马 继续跟解放军周旋 傅炳勋带着四百多残兵败将 流窜到川西北的黑水 茂县等地 收容当地的土匪 流氓 又与窗杆 边境的马良匪帮勾结在一起 拉起了一支三千多人的队伍 对外号称十万大军 1952年6月 美国 香港的多家媒体报道了 傅炳勋在中共后方拉起十万大军 毛主席看后非常关切 只是贺老总尽快剿灭这伙匪军 在毛主席看来 傅炳勋当时已经成为国内头号匪首 必须要尽快歼灭 杀意警百 为了剿灭这伙匪军 已经66岁的朱老总 也从北京飞到重庆 亲自坐镇指挥 1952年7月20日 西南军区派出2.1万人 从三个方向对傅炳勋发起进攻 仅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就肃清了盘踞在黑水县的匪军 傅炳勋看大事已去 再次携款逃跑 不料被当地牧民活捉 在压榜县政府的路上 傅炳勋跳进了路边的水沟里 企图逃跑 虽然水沟不深 但也许是上天不肯再饶他 傅炳勋居然被淹死了 有趣味 有思维 有品味的三味历史 请关注微信 公众号 MASHAOHUA108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